农村完六点就要起来 上早自习 一领 走 今天的鹅鸭是老实多了 要不是对他们他们的老实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接到消息 这个牛跑出来了 本来转到那个山凹凹的去 然后这边估计有牛群 喜欢到这边呢 这边的草地场地是比较大啊 但是这边牛啊羊啊猪啊都有 也耗不了几天了 周边又有菜园 如果弄到菜园呢又会被骂 看一下 把它赶过去啊 还是观察一下 那里头水门有问题的牛 我看一下好短都没有 你的鼻子又亮个空 学的像不像 这边草原是丰富 抛个几天 你看 那牛就下来几天了 看别人的牛 水牛也都在这 这 这 这一眼一望啊 这个大白没在这 我发现它去生仔去了 啊 生仔回来的 昨天在那个山坏里 在那边看一下啊 把它擀进去 这边都是我们的牛 让它数了一看 就是20头 就少一头 百分之百就躲在哪里 生仔去 喝 喝 喝 放了这么久的牛 啊 这个大白 生牛仔去了 它不带出来 你去找哥们找不到 我们把它擀 把这个牛腿擀进去 然后它看下牛腿 自己会出来吃草 大白 口粗啊 如果它生了小牛仔 小牛仔睡在哪里 它自己会 在这周边吃草 我们擀进去 拭目以待 好 喝 喝 不知道会躲垃的就生了 呜呜 呜呜 这牛都赶进去了 这大白牛 这个定位又拆掉了 没拆掉都一目了然 它在哪里 这生牛肯定是躲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好吧 这牛牛妈妈 生牛都会要牵的时候都会躲在一个没人看不到的地方 让它山上待习盖的一般都很少完成得到的 回去了 今天刚好还要去开个云 看来会再过来看一下